快让我看看 进去 你怎么来了 你受伤了 我没事 让我看看 快让我看看 别碰我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我只是逃跑被抓 可不是专程来救你 别自作多情 是吗 笑什么 我笑你不像个男人 我看 整日遮遮掩掩 小心翼翼 还真以为自己是绝世人物 我非你不可啊 李赫兰 你再说一遍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可不是唯唯诺诺的女人 更不会对你唯命是从 我求你爱我了吗 我求你回来救我了吗 你这么害怕我缠上你 耽误你的千秋大夜啊 干脆 你改个名字 别叫吕不韦 就叫 于胆怯 看什么看 我说错了吗 眼睛都那么大 也不代表你说得有理 男子汉大丈夫 敢营救秦国质子 敢将天捅个窟窿 怎么让你说一句欢喜 就比要了你的性命还难 他们将你我二人同观一事 分明是要不问缘由 把我们一并处死 难道你在临死之前 都不敢说实话吗 诸可 不 我就不 你该怎样 我叫你住口 我不 你不吻 我来救你 你竟然还骂我 谁让你弃我在先 为了救你受伤 差点丢了性命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情人吗 你刚刚不是说我自作多情吗 快让我看看伤口 先跟我道歉 锒铛入狱 亦不改千令本色 你道歉 你道歉 对不起啊 快让我看看 参见 参见母后 你父王一直都在病着 你们俩却忙得不见人影 这样真的好吗 儿臣有罪 母亲 吕不韦闯进牢房 试图营救李浩兰 浩兰是不是凶手还两说 兄长也太武断了吧 你怎么处处袒护吕不韦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要千方百计替他遮掩 我看是兄长和吕不韦有私仇 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 咬着他不放吧 母亲 李浩兰刺杀父王 吕不韦营救刺口 这都是死罪 请您立刻下令 判处死刑 浩兰 那可是你父王钟爱的人 你父王还没有醒 你这样急吼吼地 要给他定罪 妥吗 可是他自杀父王 证据确凿啊 就算是如此 也要等你父王醒了再说 王后英明 可是 好了 先把他关起来 等你父王康复了以后再说 母亲 遵命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 · sorgen幕被判够之日 你下 tresp鈴近 什么儿的你 坏等你 後果导拼准 然后我们就нал 解采将把导在你 王医师 王上为何不能言语啊 王后息怒 臣早已说过 殷医师下的粮补之药过重 对王上的身体大用妨碍 等再服两机药就会好转 说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好听 药有用的时候全都无能 卿王后宽恕 母亲 刺客拖着悬而不决 宫中人心惶惶 既然父王已经醒了 母亲 您要早下决定才是啊 你就这么着急吗 父王现在如此模样 就算把刺客千刀万挂 也不足结我心头之恨哪 好 带李浩兰和吕不韦上来 我要亲自审论 还不快去 诺 走 说吧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禀王后 那天晚上浩兰闯入房间 正好撞上了刺客 浩兰大声呼救 刺客夺疮而逃 我为了救王上 夺下王上锦监的长金 就在这个时候 高将军带人赶到 引起了误会 高昊阳 高昊阳呢 昨夜高将军 去查是否真相 至今未归 王后 卢当时紧跟在高将军身边 一眼就瞧见这位离女官 要扼杀王上 我说过了 那是在救人 你说刺客夺疮而逃 我们全宫都搜索了 为何不见刺客踪影 根本就是你刺杀父王 混淆诗听 那刺客身穿卫兵的服饰 当天晚上如此混乱 只要他混入搜查的卫兵之中 就一定能安全前逃 那为什么当天晚上 只有你一个人看见 没有第二个人 有 王上就是仁政 请 父王对你如此情爱 你却和吕不韦勾搭成奸 图谋不轨 公子 你无凭无据 可别血口喷人 我有证据 我请问你 李昊兰入宫之前 可在你府挑红 李昊兰不但入过吕府 还经过丞相府 难道说跟丞相也有勾结 他入宫之后 你跟着入宫 这是何意啊 我给王上献鹿 得到赏识 自然脱离剑籍 青云之上 他被捕后 你甘冒齐险 杀了侍卫 就是为了一个 毫无关系的女人 李昊兰救个王上 乃是有功之臣 如今 无辜受冤 百口莫辩 吕不韦只是路见不平 仗义相助 门狗虎言 母亲 父王遇刺的消息 如果传扬出去 必定遭受各国震斗 亲人欢喜 儿子断言 吕不韦和李昊兰 肯定是秦国奸细 为颠覆赵国朝政而来 王后 好了 不用说了 押下去